讲完第二个官媒的反应之后, 跟着再讲北戴河会议, 北戴河会议今年很特别,有几个特别, 第一,会期,大家看到一段时候, 中共领导人不见了蹤影,是炮人, 到最近李克强出来了,看到新闻, 王滬宁出来了, 去主持一些会议,那个会议是全国学联的会议, 而今次全国学联的会议裡面有一件事很特别, 没有请港澳台代表,以前个个都有的, 几方面都有的。 问题是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为何这麽长, 你说多事谈,我不质疑这件事,多事谈, 但是多事谈,这个谈这个字在中共的政治文化裡面, 即是多事吵架了,大家很直接, 因为裡面起过矛盾冲突很多, 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又要点出来的, 大家看中国新闻有时可能不是经常采访, 你未必知道那麽细緻, 其中今年北戴河会议跟过去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过去北戴河会议期间都会请一批专家学者, 去北戴河度假,你们辛苦了, 跟着领导人会去探望他们,拜访他们, 有需要的时候就开会听他们的意见, 过去很多年都有的,但今年没有, 没有的意思是怎样呢, 一来你说接见,或者避免疫情扩散, 但是裡面其中又有一个消息传出来是怎样呢, 就是因为今次北戴河会议裡面, 领导层的意见是撞到火星撞地球, 现在专家学者去到, 不多不少你听到风声, 你们又开始又不听话, 或者有些专家学者又怕他们好像蔡霞那样, 连中共领导层那些意见分歧, 闪门吵架等等, 漏下漏下漏出来, 你还怎样巩固中央的威信, 结果今年连专家学者都没有去, 所以大家是不是要由微知著, 再看看今次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漏出来的消息, 第一是中美斗争的回应方法, 跟着十四五规划,是吧? 但是你再看看, 现在官方漏出来的一个数字, 就是说今年第一季度, 经济增长是负百分之八点几, 第二追上少少了, 就是正增长百分之三点几, 如果是要满足全年的保六或六点五的区间的话, 你整年一定要百分之十几的经济增长, 你才追得上,但是你怎样做呢? 是吧?所以预视着很多经济收缩, 再加上现在天灾、水灾、 糧食的恐惧感, 我都经常讲中国糧食问题不会那麽快出现危机, 因为中国有半年, 最低限度四个月至半年的糧食安全期, 暂时你捱都捱得到, 另外就是说即使美国不卖大豆给中国, 中国在东南亚地方进口糧食, 暂时都不是问题的, 只不过是引起民间裡面的恐慌, 再加上对你官方的倒行逆施, 因为现在大家老百姓最争的一件事, 就是你肥上瘦下,是吧? 我等一下讲到五毛党那个, 就会讲到肥上瘦下的事了。 老百姓就觉得你现在这个执政的合法性, 即使是在经济民生上面, 你都管得不好, 再加上我刚才讲的那几种知识分子, 党内的反对力量那些因素, 就于是出现了现在这个北戴河会议裡面的种种要拖牆来谈。 好了,我很多时候就说大家真的要注意微细的事情, 其中一点,你有没有看过北戴河会议, 大家看到是结束了,领导人开始周围走, 但有没有發觉习近平对这一刻我们录影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习近平在其他领导人周围出了去, 曝光的时候,他还没有曝光的, 即是怎样? 他要是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在做, 要是他就休息了。 再看回, 就是在这段期间, 我刚才讲过李克强和王滬宁已经开始曝光了, 而大家去看中国的政治规矩, 有时要从政治规矩裡面, 两者陷,你就看到一个问题了, 就是中国的政治规矩, 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去报导, 你有活动你就会报导, 按政治局常委的排序, 哪个新闻先行, 习近平先行,李克强第二等等, 栗战书第三等等。 但是最近有一个新闻是王滬宁的新闻, 是先过李克强的新闻, 为什麽?王滬宁排行第五, 李克强排行第二, 为什麽他叫新闻中央电视台先行? 而习近平是不见了? 没有新闻的。 原来王滬宁出了新闻时, 就是宣读习近平的一封信, 他不出现的, 他宣读一封信, 按这个规格来讲, 都是要将王滬宁这个新闻排在第一, 这裡证明习近平要用一个政治规矩 来规范着现在领导层上的每人的动向, 一定要以他做突出的, 再加上你看他现在什麽都管, 前几年管厕所, 最近管折食, 迟些还会管什麽呢? 习近平运动, 即是又举你了,带动, 甚至上国内已经有些人为他 度身订造很多很搞笑的, 我听有些朋友讲, 立刻喝住,不要搞, 搞起来疑笑大方, 就是搞什麽呢? 习近平讲如何培养新一代, 没有问题, 这个新一代是什麽? BB, 习近平原来讲育婴, 上面的人就说你宣传, 你现在要显示习近平无处不在, 王滬宁出席的活动, 因为有习近平一封信, 整个新闻要排在李克强之前, 你现在要靠这样来显示你的存在感, 这一点是否从另一个角度, 反毒法或反政法来讲, 习近平现在是否无人帮他, 或是四面坐过, 总之来讲, 他真的要用一种这样的认识来显示他权力, 即是预视着无非两个未来的结果, 第一,他会压得更紧要, 不让你这些人认罪, 现在先打赛琴, 这个赛下, 跟着再压其他人, 另外一个就是他压不住的时候, 就封出去草洞, 这个我无办法预测, 以后怎样看, 最后剩下时间讲五毛党, 这不是我讲的, 大家如果搜索一下, 有个文件出来的, 你说这个文件是假的, 无论怎样都好, 是证明有一种这样的趋势, 文件怎样讲呢? 五毛党, 这个是我们叫惯的, 这些网络上的人士, 现在因为五毛党打下去很容易赚, 尤其是太多了, 现在规格变成一毛党, 跟着都说你们都是很有功劳的, 所以每个月就有这些鼓励金, 以前不知怎样开的, 现在讲到一个月不可以超过一百元, 你这样要是要用五倍的力量, 一单分几次打, 如果不是你自己收入少些, 这裡又没知最终看到整体中国的经济收入, 其实下降有危机, 以至他自己要不断去切开支, 其中一个开支就是这五毛开支了, 是吧? 从这一个来讲, 就开始又引发我刚才所讲的, 为什麽大家对现在的管治在民生上, 不是讲政治, 大家都不满呢? 其中一个就是肥上瘦下, 肥上,你看现在的接食, 是搞到大家说我进去那间餐厅也要磅下重, 看看我的体能,我的体质是适宜吃多少食物, 搞到这样,你说是少数, 矫枉过正, 但是是你一个上面的政策, 由习近平站出来说要节食, 是吧? 但是你们这些高官大鱼大肉, 过去讲的三公政策有何时落实了呢? 我上次已经讲过这个问题,今天不重复了, 跟着你现在说五毛, 你现在变成一毛, 有些地方说我不做了, 有些地方自己调节变成三毛, 这些迹象你就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说你的经济已经是很不够了, 是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是还有内部利益的不均匀, 令到它的管治会进一步松动, 即是松下松下不知何时会塌, 中国自己本身的承受能力也很强, 老实讲我很多时候用条块分割法来看中国, 就是说它条块分割了之后, 我们验证了之后, 究竟它重组的时候会發生什麽效果呢? 这个是有待观察, 但是如果不懂得去看, 只是执在一边说它一定塌的, 很快塌的,或者是没有事的, 美国都会被我打下来的, 两个方向有时都很可能是脱离了现实, 所以我尝试用各种可以证明到的证据, 来说明一件事的大势是怎麽走的, 我不觉得现在这种高压的政策, 一直可以千秋万代地压下去, 所以大家记住继续努力,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拜拜!